前段时间陪我妈看披荆斩跌的各个决赛 我脑子中浮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已经不如中年的大叔 依旧还是那么有帅劲 而且帅的各不相同 陈小春的痞 张志玲的儒 黄冠中的憨 成了大叔之后 各自的气质都还是那么独特 我们组个大湾区先 不像今天 我们荧幕上的男偶像们 我妈问 这不是同一个人吗 于是我问我妈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哪个男明星最帅 我妈脱口而出 猪润发和肺响 这回答说实话让我有些意外 这俩风格差得有点大吧 一个硬汉 一个俊美 没想到我妈的审美跨度还挺宽 我妈直接来了一句 你不是也橘子和荔枝都爱吃吗 确实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大家好 这里是天才女友 我是天才鸡 为了看看我们今天的男明星 和咱妈当年的男明星们 到底有什么不同 本篇 我将结合两代人的造星运动 来说说中国近40年来的 男色审美变迁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咱妈年轻时 可以有那么复杂多元的 男明星气质共选择 而咱今天的 清一色全是鲜肉 我们对男性的审美 是怎么从一个多元的标准 慢慢演变成今天相对单一的 鲜肉卷的呢 审美变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时代的发展 资本的推动 还是人类的进化 结尾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未来同时符合我们中国传统 和现代审美的独特的男子气质 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 咱妈年轻时 蓝色圈到底有多不卷 水果的选择有多丰富 首先是被称为浪子英雄的发哥 在我妈看来 上海摊里的猪润发 最吸引人的 并非她的大礼貌 长风衣 白围巾的精灵造型 而是她忧虑而深情的眼神 以及那种三分温文尔雅 加七分帅气的冷裤 还有在嘴角尖荡漾开的那种 我很坏 但你真的觉得我坏吗 的笑容 当然这不是我妈的原话 她的原话是 朱润发是个情种啊 再来看看叛逆痞子的陈小春 删逼歌曲的是陈小春身上 一辈子撕不掉的角色标签 毕竟蛊惑仔太成功了 你可能会觉得陈小春的颜 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帅 但她身上那股不讨好 不刻意 谁都别拦我的叛逆劲 就是让人觉得酷 对比之下 连边上的颜值天花板这一件 都显得那么平淡 还有喜剧之王星野 她演的角色中 结合了天才 屌丝 强迫症 梦想家 情种等多层人格 就是让人看不透 再来还有北京爷们姜文 姜文在北京人在纽约里 饰演的王启明 有一点痞 有一点垮 但身上有一股 天塌下了也不怕的劲 不会说甜言女 说出来的话 甚至噎得人难受 但里面也绝对没有虚口巴闹 认诊了的事 绝不回头 还有风华绝大的张国荣 这张英气而温柔的一眼 深情又忧郁的眼神 反叛和不羁 好像刻在她的骨子里 除了风华绝大 大家都找不到 更好的词来形容她 还有那时候的 内地初代武将王志文 当年的王志文 北京范儿的萨 加上适才傲务的劲儿 从头到脚 一鼓子我爱你 可我就是不说的深情 只能用风流倜傥来行 不得不感慨 从前的水果摊 选择真的好丰富啊 而且你会发现 那时候男明星的帅 不只是外星上的帅 还有一种生动 和个性上的层次感 你会觉得那是个 有趣的灵魂 那么为什么当年能塑造出 这么多元的 荧幕男性形象 影视圈能挖掘出 这么多各剧特色的男明星呢 我们先来看看 八九十年代 塑造一个男明星 要分成几部 第一步 构思一个男子 第二步 用泥把它捏出来 第三步 让它动起来 搞错了 再来 第一步 挖 觉得它独特的魅力 就拿张晓春来说吧 她的经纪人 著名音乐监制许愿 是在一次香港校园 歌手大赛上发现她的 她没有签里面的歌手 却签下了当时 只是个半舞的陈小春 就是因为一眼看中了 她身上自带的 那种反叛 和满不在乎的劲儿 第二步 魔 练基本功 虽然许愿看穿了 陈小春的灵魂魅力 但她还是鼓励 她先演一些配角 哪怕只是一些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 傻傻奔奔的喜剧角色 但是她可以有机会 和陈可欣像的大导演 或者金城武 这样的当红明星合作 为的就是帮她开眼界 以及磨练基本功 第三步 熬 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作品出现 陈小春等了11年 才等到了 《古惑仔》中的这个角色 这个简直为她的叛逆内核 量身定制的山鸡哥 最终 让她成为荧幕上 最经典的叛逆型男之一 可以这么说 也许每个男演员 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魅力 但在那个年代 大家有时间等 等一个天作之和的角色 让他们把自己的魅力 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国荣 张国荣都要熬十年 曾经是香港女士圈的 励志名演 出道前十年 一直未见大火的张国荣 直到八十年代 从亚视转头TVB 他反叛和忧郁的气质 才被导演挖掘出来 那么事情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化的呢 我们荧幕上的男性角色 是如何从个性多元的 百草齐放 演变成今天的鲜肉卷的呢 我们现在的小鲜肉 这在一个看脸的时代 越弄越厉害 不光是演电影 包括演电视剧 那价格要的都高得吓人 甚至一部电视剧 敢叫这样一个多一 现在整体这些男孩 让你感觉都有点腼腆 有点俊秀 俊 那是我初中每天下课后 以百米冲刺速度 跑回家的动力 也是我当时 所有零花钱的去处 《流星花园》 从男性审美变迁的角度来看 可以说《流星花园》 作为国内的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偶像剧 将恋爱作为唯一的剧情 将颜值和身材 作为唯一的看点 将协助女性群体情感歪歪 作为唯一的目标 后续被奉为经典的几部台湾偶像剧 比如《凤阳的猩猩》 薰衣草 王子变青蛙 看过的同学 如果不怕暴露年龄 可以扣个1 男主要么是商业帝国的继承人 要么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他们和女主之间的唯一烦恼就是 怎么谈恋爱 怎么解开误会 怎么好好爱你 这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力感 形成了巨大反差 也因此最能疏解 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 这些剧中的男主形象 大多符合同样的模板 五官立体 高耸如云 长发极尖 散发着青春的荷尔蒙 挖掘了F4的台湾偶像剧制作人 柴志平说 自己从小就是眼孔 当年为流行花园选角式 标准很简单 身高一米八 身材突出 口齿清晰 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符合要求的同学 可以弹幕口个1 柴志平抱负20年的经验之谈时 外形比演技更重要 一个基于美男幻想的 新世界偶像时代 就这样开启了 自此 花美男审美开始席卷全国 其实早在90年代 在我们邻国 就产生了重要毒物 被小破绽用户 称为神眼的 木村拓仔 连续几年 获得日本最性感 嘴唇之称的木村拓仔 为加纳宝拍摄了一条广告 打开了男明星代言 口红的鲜盒 那个年代 口红只要卖出50万值 就是热卖了 木村拓仔代言的口红 两个月内卖出了300万值 就连在地铁里 张贴的广告海报 都常常远远消失 加纳宝被迫 只能再加印了10倍的海报 现在你看美妆品牌 在国内脚代言人 男武相竟然成了 剩余女明星的选择 不得不敢开男色的号召力 来 你们觉得哪位男明星 涂口红最有杀伤力 之后无论是偶像剧 还是影视剧 相当于无数次的商业实验 一遍眉毛所处 最适合粉丝歪歪的人设套路 从F4到可米小子 菲伦海 5566 183Club 等等等等 他们看起来审美 似乎更多元了 毕竟都是不同类型的美男子 但实际上 个性开始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外形也越来越完美 运作模式上 可是越来越趋同 用大白话说 之前影视剧里的角色塑造 是根据剧情来的 角色为故事服务 而在这些偶像剧里 故事反过来为角色服务 先有符合女性幻想的男性角色 再为哄哄这样的角色 去编造故事 艺人也正式成为了一种商品 为艺人成为一种商品 这个大趋势按下加速键的 是2010年开始的 另一波浪潮 选秀 虽然现在即将戛然而止了 从早年的快乐男生 到现在的创造营 青春有你 大众票选成为了 偶像诞生的新方式 大众票选这种模式的特点呢 就是最大程度的放大了 共性审美的决策权 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审美的选择 通常意味着个性的消亡 就比如我们常说的 1000个人眼中 有1000个哈姆雷特 那么如果今天 让1000个人票选一个哈姆雷特 你觉得最后选出来的 会是什么样子呢 除此之外 资本的入局更是加速了 这种流水线造型的方式 如果我们重新演绎一下 现在的造型分为几步的话 有可能是这个模式 第一步 想 也就是塑造人设 调研能吸引目标受众的 产品长什么样 第二步 造 流水线训练赢家选秀票选 18个月造一个这样的产品出来 第三步 推 资本入场推波助澜 让艺人这个商品 大江南北火起来 这个当年陈小春 那个年代的挖魔熬散步走 已经隔了万水千山了 也难怪造出来的 新婚那么不同 这个变化带来的 更深远的影响是 它打破了影视剧 传统的造型方式 就像前面提到的 上世纪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男明星 是经纪人和制作团队的专业度 男明星自身的美丽 时机和运气等等 多方名素连昧产生的结果 现在则是有一套成熟的流水线 艺人 从一种带艺术属性的职业 直接变成了 可塑成 可复制 可销毁的产品 曾经打造过过把影 奋斗等一系列国民神剧的导演 赵老光源曾经说过 艺术创作是基于个性 去寻找共性的 一上来就是共性 那个性就全然无存 只剩银河的 而个性的挖角和塑造 那当然需要一整个行业的专业和耐性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未来我们对男性的审美 会像日韩一样 在花样美男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吗 我想这个问题的本质是 有没有什么男性审美特质 是独处于我们中国的 历史有给我们留下 什么男子弟的精髓是可以把玩的 在花样美男全球化的浪潮中 有没有什么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男子气质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只能往回看了 你会发现 历史上中国男性的气质并不是一尘不变的 它像钟摆一样 一直在阳刚和阴柔之间摇摆 香港大学文学院前院长 中国男性特质论作者雷金庆 曾经提出过 中国独有的男性气质 是由文和武两个元素组成的 文武可以解释为文化修养和勇武之气 他在初中写道 唐朝男子练就钢签勇武的外表 他们喜欢浓密的胡子和鬓角 无论文官武将 都练习射箭起码剑术拳术 到了明朝 大众天爱的男性 变成了剃须胡子的年轻男子 而到了清代 满族入住中原 武术被征服者垄断 作为回应甚至是反抗 为人阶层开始以身体锻炼为粗鄙行为 理想中的男性 被塑造成风雅 秀质 多愁善感 身材瘦削的青年男子 整天在书本和花丛中流连 从这些朝代的对比中 大致能看出每个年代的男性审美 都会受到当时的政治军事策略 统治阶级审美趣味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果硬要分个主次的话 在文和武的钟摆中 你觉得哪一个 在我们的审美传统中 比重更大一些呢 如果我们看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中 最普遍的主题 你会发现是 才子家人的爱情故事 才子突出的就是文 是一种书生美男的审美趣味 当然文武的二元组合 并不是对立的 恰恰最有魅力的男性 好像是兼具了这两种特质 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 我从小迷过的男性角色 好像都有一种 兼具了正气和担当的勇武之力 又有一种温柔且智慧的书生气 这就好像 流氓掉书带 书生做英雄 从来就是最有杀伤力的类型 就拿许文强来说 他会晨晨在漫天飞雪中 打伞的镜头 恰如其分地体现出 这个角色刚强和温柔的双重魅力 也许在日韩花美男和美式印汉 大举入侵之前 中国传统的男性气质 如果说有什么共性的话 应该是文和武 阳刚和阴柔 互为表理 互相滋长 既有才子文人 所代表的温和而理性的男性传统 又有英雄好汉 所代表的男子气概 这种极致文静和极致勇武的结合 也许就是中国男性气质的 最高境界了吧 你们觉得呢 那么你们眼中的中国男子力 是什么样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下期我们将来说说 正在热音的电影主人公原型 同时也是我最轻佩的女性之一 梅艳芳 是如何把美强惨 活到另一种高度的 我将进入她最传奇的舞台造型 以及她最让人唏嘘的 十个人生故事 来说说为什么有的人 能活出那么多面的人格 最后 有让关注我 这里是天才女友 眼界改变人生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